记者庄佩仪综合报道 爱不由自主日前于日本上映时 男主角松本润回为已久录制广播节目 松本润的回响录进行宣传和导演 杭定勋畅谈拍片趣事 请定勋便在节目中坦言 爱不由自主绝对是因为松本润和友村嫁纯可以出演 才会正式开始制作的 所以我算是花了12年才等到两位 现在年龄设定也正好符合 说起来也算是缘分 其实我一开始寻找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松本润 因为脑海中对于松本润的印象 就是他私底下的样子 总觉得都不太起来 然而制作人和编剧 却一致觉得松本润潮适合这个角色 两人越来越起劲 我脑中才逐渐浮现可能性 最后的成果也证明他们的眼光是对的 松本润真的彻底摆脱了偶像包袱 挖掘出自己阴沉南侧的黑暗面 松本润则分享 我所饰演的夜山老师 讲最多次的话就是 对不起 真正传递夜山自己心情的台词 真是少之又少 所以看完原著和剧本后 我还是不太确定要怎么诠释夜山这个角色 直到和导演与编剧聊完之后 两人解释爱不由自主是从全的视角出发 不需要全方位铺展两人的想法 重点在于让观众自行想象夜山是什么样的人 我才领悟这是我从没尝试过的手法 要是排出来应该很有意思 优柔寡断细心体贴 拥有占有欲却又保持一定程度理性的夜山老师 绝对是你没看过的松本润 爱不由自主将于1月26日在台上映 有村下纯汉版口见太郎有精彩对手系车库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